雖然是外觀 但是你還蠻懂韓國文化的 因為我有韓國親孤 你好 大家好 我是Yeni 他來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的男朋友就是一個韓國歐巴 因為我一直覺得 就是韓國男生應該大部分都是那種 很霸道的那種男生 可是你的歐巴是那種 就是非常的這樣子 溫柔 對對對 比較細心一點的 那第一個呢 當然就是先討論台灣的男生 因為我男朋友就是台灣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聊歐巴啊 我覺得台灣的男生在交往之後呢 他們就會開始變懶散 然後我們還宅在家裡 然後就會不太想出去 然後一天到晚就想要打電動啊 然後就覺得啊好累喔 今天週末了 在家睡覺了 睡到自然氣幹嘛的 然後大部分都要女生就是求說 哦呦 走啊出去玩啊幹嘛 他們才會想出去 剛開始戀愛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會想要多點出去 多點創造大家共同的回憶嘛 大家也要忙工作 也要上課 所以那個見面的時間會變少 但是週末的時候 大家也是會很努力去挪出時間 為了跟對方見面 沒有去很遠 就可能去吃個飯 或者看個電影 在韓國的上班主大部分工作的 很長度是比台灣還要再更長的 歐巴他們就是回家的時候 已經晚上十一二點 基本上就連續的信息都沒有辦法 然後就沒有辦法講電話 超討厭的 韓國的加班文化 我男朋友經常加班到10點11點 真的是回到家連洗澡的時間都沒有 還跟你講電話呢 有時候就真的會有一兩天是沒有聯絡的 情侶之間的講話方式呢 其實基本上是不需要用到禁語 大部分大家都是把事情當作是敏廢這樣在對待 在吵架的時候 女生也不會因為男生可能連幾名女生還要大 要對你就是用禁語 因為台灣沒有禁語啦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可是因為我在韓國就是念韓文的時候 我們就會學禁語 老師就跟我們說 喔你今天對那個歐巴 歐尼 Nuna 什麼講話的時候都要記得重點版喔 其實如果那個男朋友是比女生大的話 一般來說是應該用禁語 如果大家的感情很好 男生是允許女生對他用平語 就是跟朋友講話的無理是一樣的話 大家是可以用平語講話的 還是有一些規則要遵守一下的 我們一般比如說叫歐巴 就可能在吵架的時候 也不可能說NO 不行一定要歐巴道 你知道好沒有氣魄喔 歐巴 對 明明吵架的時候還要稱他為歐巴 感覺自己的氣勢立刻弱 感覺是吵不贏的 是他們國家的一個利益的文化 因為我每次跟米露在吵架的時候 我都直接就是 所以我下次就是遇到你男朋友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要對他用禁語 歐巴如果普羅的帝喔 在台灣的大部分 其實兩個人只要交往很久 或者是一段時間之後 基本上我們的穿著 也不是說完全我們的不重視 我們應該就是以輕鬆為主 不需要刻意的打扮 當然就是基本的化妝什麼那一些 就是都是基本的禮貌 我在韓國的路上看到很多的情侶 他們都是穿得非常的漂亮 很正式感覺 就是每個人好像是都是要去約會幹嘛之類的 穿好一點 嗯 就是為了要跟你見面 到底是男生要付錢還是要各付各的 那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的話 大部分我們都是各付各的 偶爾是可能比較小錢啊 比較像買咖啡買飲料幹嘛的 因為台灣就很多武師啊飲料嘛 買飲料的話就讓男生幫忙女生服 但是韓國人來說他們有一個付錢文化 吃飯的時候不只吃飯嘛 可能吃完飯會去喝咖啡 或者去唱歌什麼的 對方男生是年齡比你大的嘛 一般都是男生先請吃飯的 但是後來可能去咖啡廳 喝咖啡聊天 或者去唱歌的時候 都價格比較少嘛 那咖啡錢就由女生來付 如果算真的沒有要去喝咖啡 就是只是吃飯的話 男生也會付比較多一點 男生可能會付三萬 女生付兩萬這樣子 顯示得到男生是比較照顧女生的 男生也有面子 女生都不會覺得 啊 每次都要男生請客 心裡會有負擔 我要還給他什麼 講真的 台灣的薪水真的就是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就是女生可能也會替男生找想 覺得說啊 就是男朋友也沒有賺到特別弱 跟你一起平分 對我來說也沒有關係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可能也是跟就是每一個地區的一些文化 有關聯 他們就比較老實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啊 女生喜歡什麼 直接跟我說就好了 就是我如果做得到的話 我就會買給你 我覺得這當作也是看人的 但是對我來說呢 就是韓國人人 除了算一年以外 他們是算日子的 一百天 兩百天 三百天這樣子上的 一般都會送花 不是那種超貴什麼玫瑰的那種 就可能是一小時很可愛 而且沒有很貴的一種花 就是你經常看到的 販賣機裡面賣到的花 女生又開心又可以拍照 又可以表達那個心意 就這麼簡單 那這就是以上呢 我們跟大家分享 就是關於台灣的男朋友 跟韓國文化上面的愛情差異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你們喜歡 那如果你們對這樣的內容 非常的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燕溺的 Youtube頻道呢 去看我們的另外一支影片 我們會把影片呢 放在資訊欄下面 然後呢 記得訂閱我們兩個的Youtube頻道 訂閱訂閱 如果你們真的很喜歡的話 我們之後還有再拍其他的影片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來吧